好 來 馬上有請 我們艾菲爾老師來幫我們做一個塔羅的占卜 我們就來賺一下 我是賠錢貨的指數有多高 真的 我們不要光笑別人 其實我們只是事情沒有碰到我們頭上 說不定我們也很厲害 是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那個我們來的塔羅牌測驗 不管男生女生其實都可以測 因為男生在談戀愛的時候 也有可能就是幫別人在養老婆 搞不好也是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句話很犀利 真的 我們這個主題是跟刺青有關 我們來看要拿五個刺青的圖案 第一個圖案是一個老鷹的圖案 刺青的位置是在這個女生的腰部 第二個圖案是一個貓頭鷹跟月亮的圖案 刺青的位置是在這個女生的大腿的部分 比較隱私的部位 第三個圖案是一個日本的船的圖案 有點像服飾會的圖案 刺青的位置在這個男生的手臂的部分 第四個圖案是一個蜥蜴 跟一個這個留著胡渣的一個男生 刺青的位置是在這個男生的背部 那第五個圖案是一個蜘蛛跟蜘蛛網的圖案 刺青的位置在這個男生的胸部 那憑大家的知覺選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五張卡看起來都超吸引人 好想送鑽表給他 好 好 來看一下感情中 你是賠錢貨的指數有多高 請選擇 第四個 中博 好 第五個 好 好 第一個 好 我要第三個 好 周老師 我也第三個 好 我跟你講 我真想選第四個 但是中博選了第四個 因為中博 不用看 你就是感情的賠錢貨 對不對 要定耶 那我換一下 我換第一個 是喔 我想說第一個 根本就是我的字畫像 真的 好 相信大家都選好了 好 觀眾朋友也選好了 那目前就是二號沒人選 貓頭鷹沒人選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選到貓頭鷹的話 那觀眾朋友 你在感情中賠錢貨指數有多高 分數越高的話 代表說越賠錢 我們來看一下 賠錢貨指數是60分 有點高 是什麼原因呢 是盲目被騙 對 代表是說在感情裡面 你比較是屬於比較感性派的 比較是感情用事的人 所以當你遇到感情的對象的時候 你可能理智就會忽略掉了 所以當對方跟你的花言巧語 甜言蜜語說一下 要你掏錢掏心掏情之類的 你就會自動給他了 所以選到這張牌 被騙的指數是60分 所以你有一點賠錢貨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有中博 剛剛篤林哥說這個四號牌 中博選到 到底是不是如篤林哥直覺所說 我們中博的賠錢貨指數有多高嗎 上來幫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應該蠻高的 你看 為什麼賠呢 這個真的很傷 很準很準 很準 很準 感情就是你的死穴 吸力不是看起來已經很吸力很多了 我跟你講你只有出家 你這一生才能講 怕啦 先聽老師講 為什麼中博他取到這張牌 是掏心掏肺 這個80分賠錢 他其實代表是說中博個性是很善良的 但是遇到的人都遇人不屬 真的 中博 所以代表是說 如果觀眾朋友選到這張牌 代表說你在選擇對象的時候 真的不要再太相信自己的自覺 有時候問一下別人的意見 跟觀點會比較好 所以選到這張牌的朋友 這個賠錢貨指數80分 有點高了 我們再看一下 如果說選到的是 這個5號的蜘蛛的這個彥博 上來發給大家看看 他的賠錢貨指數有多高 還是有點低 是還好啦 是有所警惕 其實選到自助代表說 感情裡面你是比較小心的 比較謹慎的 特別是說你過去 如果因為這感情事件 有跌過焦的話 或看過別人在感情中 這個挫敗過的話 你就會比較謹慎小心 所以這張牌代表說 從別人的經驗裡面 得到一些教訓 代表說你的感情裡面 不會賠錢的原因是 比較謹慎 現在就是說賠錢貨 跟不賠錢貨對決 最高跟最低 我們來看一下 選到的3號牌的這個 維安老師跟周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兩個看起來比較精靈 他們兩個看起來比較精靈 有多高 觀眾朋友如果選到這張牌的話 賠錢貨指數是2號指數 是理性節制 代表是說在談感情 你是比較理性的 談感情你是比較會思考的 比較不會被別人耍得團團轉 所以在選到這張牌 代表是說你不太可能賠錢 搞不好還要人家給你錢 他只有周年慶才會賠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下一題是要問誰 我們來先看 大家最關心的 兩位主持人還有文婉 以及觀眾朋友 賠錢貨指數是100分 是自動掏錢 人家沒有跟人家講 傻錢怪客 對 所以剛剛老師也說了 那個文婉的面相 其實也代表說比較慷慨的 但如果說觀眾朋友 選到這張牌 代表是說 你注意看到這個刺青 你不是這個老鷹 反而是這個獵物 遇到對象 如果他跟你開口要錢 伸手要錢 你就會給了 所以說 選到這張牌 就是自動掏錢 賠錢貨指數是100分 我想說那個姿勢 是說不給 對啊 我以為是那隻老鷹 雕了什麼東西回來給我 謝謝 為什麼會這樣子 你就替我比較注意 要給我勾住 好 我 來… 現在問一下中國 中國常跑社會新聞訪問很多 是不是很多工作賺錢 能力很強的女人 她們是不是感情都很容易不順 那她們都會特別容易吸引到 什麼樣怪怪的男人 我有講一個真實故事 這個之前有一款車 在車在台灣賣 賣到翻你知道嗎 那一款車實在賣得太好了 結果台灣就出現了一個 超級女營業員 她只是一個很普通 賣車的營業員 但是她一年光賣這台車 她可以賺1000多萬 她非常會賣 當然不外乎 女生賣車業績可以這麼好 因為第一個她賣 她賣的這個車 本身也是屬於高價 第二個當然也不外乎 這女孩子的外貌 也是像靜淳 文婉 這樣子長得很漂亮 而且她講話非常甜 但又帶著專業 像主播一樣 好迷人 所以我想任何男人 就是說如果客人 你來看車 不是請你試車 是我試車給你看 有沒有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能會買五輛 對 所以你看 反正車一定要買 那為什麼 我與其跟陳彥博買 為什麼不跟靜淳買對不對 好 結果這個女孩子 當然靜水樓台先得月 最後跟她在一起的 當然還是同公司的人 但是是一個她的長官 是一個課長 學長 對 兩個在一起 一開始都很低調 可是後來漸漸的 大家都知道了 知道之後 大家就虧了學長說 哇 好羨慕你 哇 對不對 第一個你女朋友 這麼會賺錢 長得又漂亮 是不是 怎麼樣 但後來他們兩個就分了 分的原因是什麼 原來呢 是這個課長 每一次在乘報 他們賣車的數字上去的時候 他的數字都是他的十幾倍 你知道嗎 女的數字都是男的十幾倍 銷售數字 然後呢 這個男的就受到激勵 刺激 他心裡想 我是個課長 是個老鳥學長 怎麼可以賣數字他 就拚老命的賣 下個月呢 他的數字也成長了 結果被別人說什麼 我的單讓給他的 也就是說 你跟在這樣的女孩子身邊 所以不管你做什麼 不管你做什麼 比方說靜唇你今天包養我 我就算今天開一台 很好的高級車出去 其實是我自己賺來的 人家也會說是你買給我的 那種感覺 自尊受損 對 我也有遇過這種狀況 對 所以 你也有 你有資格遇到這種狀況嗎 我前一陣子不是寫論文嗎 我論文寫完 很多人都覺得說 是我太太幫我寫 因為聽起來真的很不舒服 後來發現是除惠文寫的 那你應該被死當 應該沒有過 所以譬如說 你跟這樣的女孩子在一起了 你就會遇到這樣的一個壓力 那這樣的女人 她就比較難吸引到 所謂的 真正愛她或者是 想要奮鬥的人 那你看我反過來講 很多這個女孩子有錢的 她周邊的女孩 吸引過的男孩子全部都是什麼 都是看在她那個錢分上 那如果你強勢 如果你強勢 這個男的也強勢 下場是什麼 就會離婚 就會單身 你看喔 一個搞建築 然後搞交通 陪很慘的 她是不是都單身 變單親媽媽 大姐大 演藝圈的大姐大 單身好不容易有了 又被人家 媒體這樣一直講一直講 對不對 所以他們很可憐 很困難 你真要吸引到真愛比較難 倒是 是啦 好 來 維維老師我們就來看 哪些新盤組合的男人 挑對象的時候 他真的會考慮 對方的經濟能力喔 對 大家不要覺得說 這個是現實 而是說呢 他在挑對象的時候 不一定是看外貌 他會考慮到其他的因素 比如說呢 像太陽上昇在土象星座 摩羯 金牛 處女呢 他一定會衡量多方面 他會衡量本省 外省 還有宗教信仰 政黨的黨派 還有對方整個的家世 而且他要的不只是有錢 他要的是穩固 比如說你很有錢 但工作不固定 跟很一般 但是上班族很固定 他可能要上班族 所以他會想非常多 甚至於還會想到 對孩子的教育問題 比如說你的工作是很忙 沒有辦法陪孩子 或者是說你的工作很複雜 將來會帶壞小孩 這些他通通都會考量 所以他娶老婆的 絕對不是單看外表 那也太理性了吧 非常理性 什麼事都會考量的那個 挑什麼 好 所以對他來講 很多人都是網路或相機 因為就條件都先列出來 就不用太擔心啦 喔